自從2016年以來,中國發動了戰狼外交 積極地搶攻我們的友邦國家 短短4年內,邦交國就從22個掉到15個 讓很多人擔心,我們是不是要成為 名副其實的邊緣人了呢? 不過,最近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台的事情 有不少人都認為 這代表我們正在漸漸地突破外交的困境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捷克參訪團事件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在這個暑假,我們先是跟非洲的索馬力蘭互設了辦事處 接著,美國衛生部長來訪 創下史上層級最高的美國官員來訪記錄 上個月底,捷克參議長維特齊 率領了將近百人的參訪團來到台灣 而這次的造訪,有非常非常高的媒體反變 尤其維特齊在立法院的那句《我是台灣人》 也讓所有在場的立委紛紛起立鼓掌 那他在捷克國內的政敵 甚至稱讚他在政大的另外一場演講內容 是所有捷克人都必讀的景點 而這次的參訪,對台灣還有捷克來說 究竟各自代表了什麼意義? 兩邊會因此建交嗎? 要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得先來簡單認識一下捷克這個國家 不過按照慣例,我們還是要先來一點工商的廣告 你知道在台灣哪位神明最受歡迎嗎? 去年圖文不符推出了 《台灣神明紅人榜》的圖文專題 用最潮、最鮮豔的繪圖風格 重製了三太子、觀世音、土地公、媽祖等等 十位網路聲量最高的神明 獲得了大家的一照片 那現在這些糊糊生風、潮流有型的神明們 都附身在我們的全新商品 《2021最潮神明月曆》裡面 《潮聖月曆》用左右分開的雙頁設計 讓你可以自由的搭配你喜歡的神明與月份 不過一翻頁就要跟喜歡的神明說再見! 此外,我們還特別的把神明圖卡做成明信片的尺寸 方便大家剪下來獨立收藏 或是把BOBBY分送給親盤好友 那麼,這麼棒的月曆要在哪裡才買得到呢? 很簡單喔!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就能用佛心價350元買到朝聖月曆 9月16日之前下單 還能獲得氣魄十足的A3滿版神明海報一張喔! 現在就點擊網址,領取一整年的神力加持吧! 地理好的朋友們,聽到捷克常常會自動把他歸類在東歐國家 那也有人認為,就當代政治光譜來說 應該算西歐國家才對 那打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 捷克的位置可能比較接近中歐 旁邊圍繞著德國、奧地利、波蘭和斯洛伐克 而捷克的命運跟他隔壁的波蘭一樣充滿著皺褶 先後曾被波西米亞王國、奧匈帝國、納粹德國 以及蘇聯統治國,那雖然現在他們的政治路線 確實是比較偏向西歐的,但是在冷戰的時期 捷克是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義 歸屬在蘇聯的體制下 所以有些人會把捷克歸在東歐,也不是毫無道理 當時捷克可說是蘇聯在東歐的小老弟裡面 經濟發展最健全、社會風氣也相對開放的那個 不過,在他們剛加入蘇聯的前10年 經濟的成長不如預期 社會上面累積了滿滿的負能量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決定要在社會主義裡面增加一點點人性溫度 例如平反政治受害者、改善經濟體制、放寬言論管制等等 於是自由的思想就在首都布拉格遍地開花 這就是歷史上的布拉格之春 不過這場春天真的很短 一年內蘇聯老大哥就把捷克領導人 杜布契克叫去問話 還在捷克的境內實施軍事演習 最後,乾脆直接把蘇聯的紅軍和坦克開鏡布拉格 說是要讓國家正常化 並把杜布契克抓去老趕 雖然捷克民眾手無寸鐵,但沒有放棄 有人把路牌弄亂、畫畫畫諷刺、編歌嘲笑 或偷偷在荒郊野外舉辦官方禁止的演唱會 就這樣消極抵抗了20多年 1989年,機場反對共產黨的大型抗爭 終於成功讓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 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當年被抓去伐木成營勞改的杜布契克 被選為眾議院的議長 而多次因為批評政府而入獄的異議分子哈維爾 則是成為首任總統 也因為當年的事件 並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暴力流血衝突 所以被稱為是天鵝柔革命 許多東歐國家在往後的幾年也陸續獨立走向民主化 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手 各自獨立被稱之為是天鵝柔分離 而從1940年來,捷克的政權歷經了多次更換 但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於民主政治的渴望 國內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讓捷克常常被視為是民主化的模範生 而這次來台的參議長維特奇認為 台灣的野百合學運 還有捷克的天鵝柔革命是非常類似的 他說原本自己也是不敢發出聲音的人 但在天鵝柔革命之後 他決定要出來從政 並永遠為了民主自由而戰 那同時他也希望這次的造訪與交流 可以彌補過去的單哥 咦?他所說的這個單哥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早在2004年 捷克就有一個更大咖的人來過台灣 他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捷克首任總統哈維爾 不過哈維爾的任期是1993年到2003年 所以他來台灣的時候已經卸任了 但這次維特奇卻是以現任政府高層的身份來台 在政治上面就有著不同的象徵意義 而另外這次出訪的構想 也是來自於前參議長柯加洛 去年10月在捷克的外交地位 僅次於總統的柯加洛 就打算在今年台灣總統大選過後來台三放 但是我們的左邊鄰居聽到風聲 當然是非常的不快樂 他沒有捷克、Skoda等等的多間公司當籌碼 施壓柯加洛取消他的參犯行程 但柯加洛霸霸氣地表示 蘇共時期我都沒有再怕了 民主時代你跟我講這些五四三 並敲定在2月份造訪台灣 然後呢 然後他就死掉了 法醫報告 柯加洛的死因是心臟衰竭 但確切的症狀眾說紛擁有 有人說他本來就是健康不佳 但也有人認為他是被食物下毒 而可以確定的是 他死前7天曾出席過中國大使館的過年晚夜 中間被帶去小房間單獨會談了30分鐘 後來柯加洛的妻子和女兒在整理遺物的時候 發現了來自中國大使的恐嚇性 這個消息在捷克政壇整個炸開來 很多的捷克人就覺得 不能讓別人這樣赤裸裸地干涉內政 後來決定要來台灣的人越來越多 除了繼任的參議長維特奇之外 還加碼附贈的首都布拉格市長 企業與媒體界的大佬 整整90人的超大參訪團 他們在台灣的行程更是狂踩中共的紅線 演講的內容也從台灣爆紅回到捷克 而雙邊的關係也就跟著來到了史上的最高點 所以兩邊接下來就是要建交了嗎? 先講結論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還是非常的不樂觀 而我們整理出了三個主要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當然還是跟所謂的一中原則有關 在這個架構底下 中華民國要跟任何一個跟中共有邦交關係的國家建交 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的 而這邊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第二個理由是這次的行程雖然具有一定的指標性 但並沒有獲得捷克總統和總理的背書 而他們才是真正握有行政權力的人 所以即便是對台灣最友好的布拉格市長賀吉普 或是維特吉院長 目前在外交上能做上的事情其實還是很有限的 而最近幾年 中國是捷克非常非常重要的進口貿易夥伴 而中資在捷克也持有非常大量的投資 範圍包含了航空、鋼鐵、啤酒、機械、足球隊等等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總統要替挺台的行程背書 可能性是滿低的 而第三個理由也跟以上兩者有關 那就是捷克政團也有大量的親中政治人物 不難看出 對於總統本人其實就是最大的熊貓派 他不僅表示很欣賞中國維穩的能力 而2016年也曾經邀請過習近平到捷克訪問 而前面講到柯家洛說到的恐嚇性 除了中國使館之外也有一封 甚至是來自總統齊曼身邊的人士 然後這位路線輕重的總統 任期會持續到2023年 所以在種種的理由加總之下 短期內捷克不會跟中華民國建交 應該還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 不過這次參議長訪台的行程 依然還是帶來了大量國際級的美光燈關注 讓我們的左邊鄰居氣到翻臉 外交部長王毅強硬的措辭 甚至是引爆了一場輿論的大戰 雖然這次捷克的參訪 並沒有帶來具體的承諾 但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認為 捷克已經是國際背信的行為 他威脅維特齊說 你跟14億人民為敵 你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當初即興恐嚇的柯家洛的中國駐捷克大使 也口徑一致的認為 維特齊的動作嚴重了侵犯中國的主權 粗暴地干涉中國的內政 但到底誰才是干涉別人內政跟自由 這個我想大家自由定論 但就帳面上來看 捷克政壇顯然認為中國才是做賊的喊抓賊 布拉格一名完全沒有一中政策壓力的區長 就直接發文痛罵王毅是小丑 要求他在24小時內立刻道歉 就連不建議維特齊訪台 批評維特齊是在挑釁中國的捷克總理巴比斯 也都認為王毅的發言無理且不適當 外長也馬上召見中國大使 要對方給個解釋 除了捷克之外 歐盟方面看起來也頗有意見 向來對中國態度比較溫和的德國 外交部長甚至在王毅的面前直言 不能把威脅拿來當作是外交手段 70名主要以捷克、蘇洛伐克、艾莎尼亞、立陶宛 以及其他歐洲各國的議會成員 發表聯合聲明說 派官員出訪是各國的自由 中國不該對此說三道四 左邊鄰居口中真正的背後勢力 美國就在大西洋彼岸靜靜的笑著 8月中旬掌管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卿龐佩奧 剛出訪過中歐 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說服各國加入 防堵華為5G的包圍王 那他剛在捷克的國會演講完 捷克來台之語就非常高調的出發了 對中國外交部要指控 這一切都是美國的陰謀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難反駁 說了這麼多,相信大家也不難發現 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 還是很像小時候搬上被霸凌的對象 尤其霸凌你的頭頭 還是這個家裡很有錢 想要稱霸權孝的左邊鄰居的時候 大家就算要挺你 也不太敢明目張膽的支持 頂多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的傳訊息安慰你 放眼這四年多來的各種外交大事件 如果不是跟住左邊的那位鄰居有關 就是跟隔壁班的小霸王美國有關 當中國又多落幾個兄弟的時候 美國就會派人去招呼我們剩下的15個好朋友 像是最近中國積極的軍演 美國國防部長也急忙飛到我們 幫交國帛琉去幫忙故莊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 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再怎麼努力推廣自己都沒有用 永遠只能夾在中間呢? 我們自己是覺得也不完全是這樣子啦 就像是維特吉說的 他會造訪台灣就是因為我們非常堅持 民主自由跟人權的路線 而且這也跟他們的故事非常接近 就像當年天鵝蓉革命帶動了不少東歐國家民主化 台灣的故事也激勵了不少處境類似的人們 維特吉說 他相信日後會有越來越多歐洲民主國家的高層 意識到自己對台灣長年以來的耽擱 而陸續的造訪台灣 我想就這個層面來看 我們的堅持、努力跟左邊鄰居做出市場區隔 除了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以外 對於國際社會來說其實也還是很有意義的喔 好的,那最後我們想要來問的是 對於志祺七七的參訪,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A. 沒有任何的具體承諾 我覺得大概沒有什麼效 B. 獲得大量曝光,應該還算是有所幫助 C. 中共政府生氣,我覺得不太OK啦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捷克訪台的意義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索馬力蘭以及斷交了然後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昨日見過 我們在不同的 breakout 我們在連結 我們在不同閒訪台中的 連結 netizen cavity teacher 聽 Muk